文化四个聚焦,抓牢四个关键,四抓四强化,开创国企党建新局面。 党委专制副书记、工会主席招民国党章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罗时,这是对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功能职责的新定位。 作为成都市属重要国有企业,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真贯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仅仅为照政治引领,作用发挥,基层基础,责任落实四个聚焦,牢牢抓住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党员教育,阵地建设四个关键,紧扣标准化,着眼高质量。 在加强党的建设,深化国体改革中,形成了四抓四强化的成都交投党建功做法。 一,抓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组织建设是增强国企党组织号召力,民居力,战斗力的基础性工程,以示坚持四同步四对接。 落实应建并检,坚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同谋化,在集团改革整合工作中,新成立了四家基层党委和两家党总织,选由一派强党组织班子成员,并设置了党组织专职副书记,始终兼职企业业务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的作用就体现在哪里,和管党兼与管业务相结。 和的要求,在天府机场建设,城棚高速扩容改造,三环路可能提升等项目一线,与施工,建立等申计单位连接临时党支部,开展建设一线,党细红党员同职党先锋主题活动,党员示范表率作用突出,是现即有型覆盖又有效覆盖,二是完善党组织健康运行的保障机制,完善了党委会议事制度, 建立了党委前置审议三重一大的事项清单,规范了征集议题,会前审批,会议研究和会后执行四个步骤,步步相随,缓缓相扣,体现了党委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结合改革整合调整, 即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通知,明确落实领导体制,理顺组织关系等23条具体要求,构建形成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其抓共管的责任,落实体系和分级管控模式,做到了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有利有适保障而改革整合工作的顺利推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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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